这是我吃了无数次的干拌螺丝粉做法 味道比汤粉更浓郁 如果你想吃重口一点又不想太麻烦可以试试 10分钟就能搞定 需要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些 洋葱 西红柿和肉馅 猪肉 牛肉都可以 我用的是之前剩下的牛肉馅 洋葱和西红柿切丁 想要口感更好的可以焯水把西红柿皮去掉 如果你喜欢吃韭菜强烈推荐加韭菜 我很喜欢吃香菜 但是跟螺丝粉搭配的话 我觉得韭菜比香菜更适合 你们也可以试试 螺丝粉我用的是加辣加臭的 随便什么螺丝粉都可以 家里有什么用什么 锅里放一点食用油 先把洋葱放进锅里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肉馅 肉馅炒出油脂后放入西红柿 如果你的西红柿本身出汁很多 就不需要加水 一包螺丝粉我用了三个小西红柿 食材炒成半汤状态后 加入螺丝粉的汤包和配菜 搅拌一下 炒料的部分就完成了 炒料的同时可以同步煮粉 煮粉的时候也可以把喜欢的配菜一起煮一下 我加了火锅豆干和油麦菜 这个豆干是我最近发现的非常百搭的食材 和豆泡比是没有豆腥味的 煮粉一定要过一遍水 过完水的粉再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把韭菜和煮好的粉放进炒料里 搅拌均匀就做好了 锅豆滋味 今天再 Import介绍你 trzeba切勾打 �糊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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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